极大真实高啊 最近一场国际高峰会 轮陷区的斐球竞平 跟美国总统拜登会面 我大中华民国居然成为了焦点 据路透社报道在会谈当中 斐球明确表示 台湾是中美关心中最大 也最危险的问题 同时强调中国目前并没有制定 对台湾动武的计划 还表示轮陷区更倾向于 通过和平手段实践统一的目标 并进一步研讨了 可能使用无力的条件 然而他同时明确表示 目前轮陷区并没有对台动武计划 拜登则强调华盛顿将坚决维护 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对斐区领导人的提议 拜登表示和平固然很好 但在某个时候 我们需要寻求更广泛的解决方式 虽然解放军将领经常放话 可能在2027年到2035年 对我们保祷台湾动武 但斐区领导人居然强调自己 没有得到相关计划的消息 还说没有人跟我说这件事 这句话也让将领们 连走得跟猴子屁股一样啊 能说